即將迎來的五一連假 現在交通部和疫情指揮中心合作 將一九六八APP來做升級 系統未來可以顯示 兩百三十四處熱門景點 提供民眾掌握車潮人流 但是這兩百多處景點 臺南佔了二十七個高居各縣市之冠 這讓臺南市長黃偉哲相當的不滿 他除了批評中央是跟臺南市有仇之外 黃偉哲他也認為 城市的取樣有很大問題 臺南市長黃偉哲口氣酸到不行 凌晨十二點還請市府同仁 用一九六八這個APP去查詢 全台幾個觀光景點 竟然還出現人潮眾多的狀況 就連星期一休市的同安夜市 竟然也是人潮多 讓黃偉哲忍不住炮轟 一九六八APP這個城市 根本就不夠準確 黃偉哲會那麼生氣 就是因為交通部依據的一九六八這個城市 顯示的兩百三十四個遊客眾多的景點 光是臺南市就佔了二十七個 黃偉哲前一天還重話批評中央 是不是跟臺南市有仇 事隔一天黃偉哲聽到 內政部的次長陳忠彥 要他調整心態又忍不住回搶 黃偉哲炮轟中央 高雄市新聞局長鄭兆欣 前一天還特地跳出來聲援 甚至還想拉攏黃偉哲 說希望臺南跟屏東 能夠跟高雄合組區域聯防 一起對抗病毒 都在我們的邀請之列 高雄市將在五月三號 在四圍跟鳳山的行政中心 辦兵推演練 模擬社區感染如何應變 黃偉哲說他本人不會去 但會派人去觀摩 還意有所指的說 如果有需要 臺南市會私下做兵推 不會大張旗鼓的兵推 希望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記者楊文華 臺南報導